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14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這節繼續回來跟大家說說香港的事事 這節也是跟大家 繼續探討香港 這次要討論的 是居屋市場 事源居屋 防委會 居屋計劃2023年 正式截止申請 出現了 很多令人跌破眼鏡的情況 尤其是這個防委會 原本防委會 就是預計 這個申請居屋的人 人數 應該 是很多很多 誰知道 迎來這個居屋 計劃 截止申請 平時 提供的單位 申請的人數遠遠 是高過 提供的單位的數量很多很多很多倍 但是這次 數字 就是大幅下跌 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現在 對居屋的需求 是有所下跌 跟外圍因素有關係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說說居屋的話題 也嘗試 跟大家討論一下 到底 其實 應不應該是賣居屋 當然我們討論經濟話題的時候 我們嘗試 把 政治問題暫時放下 Johnny 你平時不是說 政治問題就是基本因素 不應該放下的嗎 這個當然了 所以這個是後話 我們即使 放下政治問題 明明的是基本因素 然後我們跟大家一樣討論了其他的指標 所以你再加上 基本因素 政治下去考慮 整個 Picture 就是很明顯 我們不是說 絕對不能夠占手 但是現在 利羽幣 以及策略 是應該要制定 這一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得道 還有後備中的後備 升旗易新聞集團 大家記得訂閱了三個頻道 尤其是後備 這次 突如其來對我們簡直是連環進擊 首先我們主頻道被停止上載 然後主頻道的盈利戶口被封鎖三個月 然後後備戶口 也把我們的盈利也停止了 我們現在 目前 接近處於真空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緊急應變 就是第一 我們繼續 堅守崗位 跟大家做時事分析 第二 我們把一部分的節目 獨家放在Patreon裏面 鼓勵更加多的聽眾 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希望大家真的要幫忙 其實就算Patreon 坦白說 再多一些人訂閱 其實 Patreon從來都不算是主力 一樣單靠Patreon 也是入不敷智 不過現在我們盡量 先頂著 當然我們會繼續想辦法恢復正常的營運 話說這個叫做出售居者有期安 簡稱居屋計劃2023 正式開始接受申請 申請的時間就由7月尾 去到8月14日 8月14日 就是 今天的晚上 今天大致上 入非 申請的人 的數字出來了 截至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收到的申請 不夠11萬份 提供的單位是9000個 所以 倍數大概是11倍 和上一期 上一期比大幅下跌 上一期的申請人數 是25萬份 當時 提供的單位超額應購是27倍 我這裡也要 小心 其實這個叫做超額應購 字眼也有所 問題 因為居屋 本身就應該不存在 超額應購 居屋 經濟學 角度去看 其實它就是一個 Discount的 產品 其實居屋的定位 就是因為 香港的市場 升得太過厲害 所以 其實居屋 提供給你就是一個 Below market price 比起 市價 是更加低的一個特殊的津貼房屋 所以 實際上 居屋 嚴格來說 是在市價之下 所以 為甚麼居屋往往會出現了超購 其實因為它本身 跟公開市場是有差價的 所以很多人 就是把這個居屋 其實是視為一種福利 福利是不會有人嫌多的 福利 就是你拿多少 拿到的就是你的 這個正正 是那麼久以來 香港 說 居屋的時候 出現了極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居屋的定位 其實一點也不清晰 尤其是香港的樓市 在過去幾十年都相當刺激 居屋更加 被視為 好像公屋其實也有相同的問題 公屋也是被視為 福利是公共資源 拿到多少 代了就賺了 這個普遍整個香港 都有這樣的觀念 而更加大件事 是 當局 從來都沒有嘗試把這個問題 詳細 來定一個規劃 也沒有把這個福利 福利不是最大的問題 福利最重要的是 給 有需要的人 把濫用的人 攔截 福利就不是有問題 福利本身 也要跟那個地方的收入 成正比 這樣才有意思 偏偏 香港在上述 三四個問題 全部是錯誤 所以一直以來 無論是公屋 以及居屋 我們這節集中說居屋 居屋 本身的定位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更加 自己防委會的推銷策略 更加是用 申請表 竟然當成是營購 超額營購 將它當成是股市的開市 一種這樣的包裝 就是令人覺得 這個根本是一個投資產品 他完全 達不到當初 居者有其屋 所提倡的目標 所以 其實 香港絕大多數的人 認為這個居屋 是等於 是用Discount 是用廉價的價錢 即是你賺了那塊錢 去買 市價 的樓宇 這是這樣的一件事 怎麼會 不爭崩頭 全世界就覺得 這些 經濟學 就叫做Went Went 中文大家知道是 租金 經濟學的意思 其實就是 不勞而獲 為甚麼叫Went 坐在那裏也有得收 的東西 正贊 不用勞動 不用生產 當 這個世界出現了 是叫做Went 不勞而獲 的時候 那一件事就會出現大量的競爭 那一件事會出現大量的競爭 直到最終 直到Went 直到整個不勞而獲 這件事 徹底消失 所以你說多愚蠢 實際上居屋 當然我們這節放在後面再討論 值不值得買居屋 居屋就是一件這樣的定位來的 實際上等於 政府 不由分說 當抽獎派福利 更加把 申請表當成超額營購 你這樣包裝 所有人都覺得這些Went4Gain 就是撿到就賺到 現在 這件事也大幅下跌 明明有20多萬的申請 跌了一大半 原因就是因為二手樓 樓市正在下跌 很明顯 原因 是等於 你原本賺到那個租值 我們不是說放租的租金 是說你原本的得益 即是他跟市場價格 低於市場價格 你能賺到的那部分 數值正在下降 所以 申請的人就少了 因為 連填表 也免得填 當你了解了 其實 居屋 在這個市場上的定位之後 其實你再去討論 是否值得買 是否值得拿來投資 答案就很清楚了 居屋 就是因為他本身等於是福利政策 所以居屋也包含著大量的條件 你需要遵守 實際上 現在 由於樓價正在下跌 成哥 率先出來劈價 導致 二手樓的市場也需要跟著調整 居屋的特性 就在於他的價格 在市價之下 唯一的原因 有那麼多人申請 就是因為他 是把 樓的價格調在 市價的下方 但是居屋本身的 交易市場 受到限制 他跟私人樓宇就不相同了 私人樓宇 其實我們跟大家分析了 正在 逐級下跌 既然居屋 的限制 比私人樓 還要更加多 其實 居屋 的流通性 比起私人樓宇 二手樓還要更加低 我們也和大家計算過一條數 其實相同的計算 在居屋上面也是一樣 因為如果你買的是居屋 等於你需要 滯留在香港 如果你有移民計劃 比起你 租屋住 或者是買了 私人樓宇 私人樓宇 正常來說 你的放售週期就應該是三年 因為有引花稅 所以其實居屋 捆綁你的時間還要更加長 所以如果你是有移民計劃 你這段時間 我不是打算要炒樓的 不過升了就賺了 自己說服自己 有很多理由 如果你 本身是真的有計劃要離開 其實你理論上是 不應該申請居屋 因為居屋 的限制 的時間 是更加多 而且居屋 雖然有很多人博大帽會放租 理論上 居屋放租是犯法的 違反條件 有機會被房委收回 所以你搞那麼多東西 去申請 你為了賺到的 就是那個 較為廉價 的租金 一般人相信供樓 供了下去 就是省了租 現在這條數在香港未必這樣算得對 所以如果我們計算 打算有計劃要離開香港的人 理論上就沒有理由走去碰居屋 因為居屋 捆綁你的時間實在太長 如果我不打算走 我要找地方住 那麼我 選不選居屋 這個問題本身我回答不了 因為本身 我們就不認為 正常來說 理論上不應該留在香港 留在香港 你預計了這個地方 會變天 如果你說不是 我又是留在那裏 又不預計 將來有機會 在中共倒台 不好意思 不在我討論範圍 因為你是一個支持政府的藍絲 也不要緊 如果你真的是藍絲 我又告訴你 二手樓的市場 都正在逐級下跌 成哥 率先就是走人 我又真的不妨告訴你 其實我們從來都不說謊 如果 二手樓市場都正在逐級下跌 你 居屋市場更加難判斷準確 因為居屋雖然 說給你的口價 就是市價之下 但是 是以今天來計算 所以你綁綁了 一個很長的時間之後 你那座樓是不是還是 在市價之下 這個 牽涉的變數 比起買私人樓還要更加多 所以我回答你 大環境很清楚 大環境 我們看不到它反彈 還有一種情況 就是我不管黃藍 不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我很想完成上車夢 那你要 問自己 是怎樣為止上車夢 是不是真的做了業主 就能完成上車夢 如果你真的覺得 買了房子 就等於上車 其實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地方 你可以去投資 就算你買居屋 說真的 你也還要付首期 你 你是有正常工作 或是你 本身已經有一筆資金 其實你在很多地方 都已經能夠買到樓了 我們說的是英國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其實你在英國 200萬 即是20萬的英鎊 其實一樣可以在倫敦 買到兩房的單位 英國倫敦更加有一些 跟居屋有相似的地方 有一些是你買一部分的業權 你可以買20% 30%的業權 這樣 那個單位可能值五六百萬 但是你可以用200萬 港幣 就能買到 那些是shared ownership 現在隨著 更加多香港人在英國 現在你在英國 只要你早點過來 找了一份長工 其實你很快 就有了信貸紀錄 其實 英國這一邊一樣可以做到按揭 不過關於按揭問題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 不過既然你打算一定要上車 你也不關心 那個就叫做 在英國 主要做樓案 那家銀行 就是匯豐銀行 匯豐在英國做很多樓宇按揭 那麼 坦白說 如果你一心是要上車 我相信你也不會關心 匯豐銀行的惡行 所以 我很坦白這一節 只是跟你說經濟話題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討論到這裏 長了已經16分鐘 財衣 財